那么三峡区的插角里、有木里等山区是在苏迪勒台风期间是遭受土石流的侵袭 民宅受损严重,道路也是中断 那如今天鹅台风又将来袭 为了避免山区再度承灾 西北市消防易销第五大队 特别是入山来勘察了解山区的附件情况 三峡区插角、有木等山区在苏迪勒台风期间遭受土石流侵袭 民宅受损,道路中断 尤其以北114线3.8K、6.2K受创最为严重 因天鹅台风即将来袭 为了避免山区再度承灾 新北市消防易销第五大队 20号下午特别入山勘察 了解北114线6K临地的便道 以及北114线6.2K摊放处的抢通状况 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这条便道 现在已经开通了 明天也可以进行来修用 因为我们幽默这次的风灾灾情都很严重 包括我們待會頭前的斷橋 這也是這兩天就一定要來搶通 因為我們的居民大家都非常恐慌 因為怕這個食材要是延誤的話 便道又沒有開通 大家要出門不方便 所以在我們的養公處 新北市養公處 他們現在24小時在趕工 所以說未來我們就便道通 然後這一條也能通 未來我們這個橋墩要是再有問題 我們還可以從這便道 讓我們有目的 大家的居民更更加一層的保障 蘇提勒颱風造成北114線3K邊坡被沖毀 土石流衝向路邊民宅 為了避免天鵝颱颱風來襲 造成二次傷害 新北市議員吳奇明也請農業局 以及公務局 儘快的進行邊坡的復健工程 我們上次當天我們來 他們說這個地方有濕度那麼快嗎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這是農業局以及養公處 他們的效率真的非常高 尤其我們里長就全力來做搶修 你看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到 現在已經邊坡都在做防護 我們的防護搶起來了 所以說這就是我們地坑 我們的里長用心來盡處 尤其我們的剩下里長 我們的林昆龍 插角里里長林昆朗表示 插角里攤放的道路都已經先行搶修完畢 也已經恢復了供電 非常感謝所有單位以及志工們 全力投入救災的工作 讓插角里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來復原 大約跟議員先大約來幫我這裡搶三天 給我這裡像這個 現在風台不再來了 他們現在都開始在噴槍 這是保護說我們這道煮蒜 煮蒜也不通 不是插角不通而已 連藥物也不通 你們裡面做得漂亮也是不好 因為煮蒜都不能過 我在這裡就要感謝我們的 養公處 農業局 我們的副公司 還有議員 每天都會來關心 我非常感謝他們 他們也沒有 你們到處來 要扣一下 他們也沒辦法 面對天鵝颱颱風可能來襲 相關單位都不敢掉以輕心 唯有最好萬全的準備 才能夠將災害降到最低 中家新北新聞 三峽採訪報導